我們來看第十二題 三個禁止的物體 甲乙丙 這句話意思就是說 甲乙丙三物它們的初數都是0 同時開始在水平面上做直線運動 它的運動呢 分別以下列三個圖來描述 甲是一個位移時間圖 所以甲的重坐標是delta x 乙呢是一個速度時間關係圖 所以乙的重坐標是速度v c呢是丙的加速度時間關係圖 所以呢 丙的重坐標是加速度 所以同學要小心哦 他們的abc三圖啊 重坐標不一樣 而橫坐標呢都是時間是一樣的 好了 那今天要問說請問啊 在五秒的時候 甲乙丙三者的加速度量值關係為何 好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透過x圖 xt圖 vt圖 以及at圖 去看它們的加速度大小 好 那我們第一個要看誰呢 我們第一個啊 先來看一下甲喔 好 看一下甲 甲呢 它這個是一個xt圖斜直線 這是什麼意思呢 表示說啊 在每單位時間 它的位移呢 都是相同的 每隔一秒鐘 位移都一樣 因此呢 我們說啊 這個就是一個等速度的情況 好 同學要注意哦 如果今天在xt圖當中啊 是斜直線 表示它是一個等速度運動 好 那等速度運動有什麼特性呢 等速度運動就是說 速度沒有變化嘛 那既然速度沒有變化 所以我們就會說啊 甲是一個沒有加速度的運動 好就寫沒有加速度哦 那沒有加速度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加速度啊 意思就是說 它的速度 加速度是0 因此 甲 加速度是0 好 那麼 我們接下來啊 來看一下乙 好 乙呢 乙在5秒的時候 5秒在哪裡 5秒在這個位置哦 好 所以左邊啊 我們都可以不用看 我們再看5秒就好 你有沒有發現呢 乙在5秒的時候呢 它這個地方啊 一直維持著速度為2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判斷出乙呢 它是一個等速度運動哦 那既然是等速度運動 那是不是跟甲的情況一樣 好 甲在5秒的情況一樣 也就是說啊 它一樣是一個沒有加速度的運動 好 所以我們可以判斷出乙呢 在5秒的情況下 它的加速度是0 好 那麼最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乙 好 乙呢 從0秒一直到5秒 它一直都維持著相同的加速度 這個相同加速度的大小呢 是多少呢 是0.2 因此我們就會判斷出乙呢 其實就是一個等加速度運動哦 並且在5秒的時候 它的加速度是 大小是0.2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 就可以判斷出 甲的加速度呢 會等於乙的加速度 並且呢 0比0.2還要小 所以小於0.2 因此答案應該是 甲等於乙小於乙 所以我們這題的答案應該就要選A 是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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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